大家好啊,欢迎观看咱们新一集的钢点云四啊 那么上一次呢,我们玩的是一个模组啊 现在呢,我们又回来玩这个原版了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玩哪个国家呢 今天啊,我们就来玩一下这个德意志帝国 可能有人会说啊,你这个德意志帝国不是已经玩过了吗 很早之前就已经玩过了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玩的和之前那个都不一样啊 这一次呢,这个铁人模式啊,我们就不打勾了 不启用了啊,这可能有人会说啊 难道是你要作弊吗 还是要干什么啊,还是怕输呢 为什么不启用了呢 这个啊,我们之后再说啊 现在先不说,马上开始咱们今天这个游戏啊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进入了1936年1月1日的德意志帝国 这个科研呢,还有这个生产呢,还有这个建造啊 我都已经全部弄完了 这个大家可能也已经看过了 这就不用多说了,这科研也已经好了 这个建造啊,也已经好了 那么咱们话不多说啊,咱们马上选择一个国策 我们选择哪一个国策呢 可以看到啊,我们第一次玩这个德意志帝国的时候啊 只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进军莱茵兰 而现在有另一个选择啊 便是这个反对希特勒 希特勒的统治必须被终结 他的意图是重新军事化莱茵兰来激怒西方列强 但是这样做会给我们夺取政权带来借口 我们需要在国防军忠诚分子的帮助下夺取政权 那么我们话不多说啊 我们现在开始反对希特勒 好的,过了70天 到了1936年3月11日我们收到消息 国防军军官挑战希特勒 在让莱茵兰兰重新军事化政府的行动后 对希特勒的统治潜在不满 已经在这场危机中浮出水面了 一批国防军将领集结在德高望重的奥古斯特 逢马肯森元帅之下 决定实施一个计划除掉希特勒 把纳粹党赶出德国 因为德国的高级军官分裂 就是在国外也众人截肢 外国势力也决定不再反对莱茵兰重新军事化 而是更担忧德国内部的重制重当 老元帅的势力进展十分迅速 已经建立起了一个自治政府 从来自反对纳粹政府的人们那儿获得了大量支持 看来这场军事政变已经见在弦上了 我们表示啊 把这个纳粹残渣赶出我们的国土 随后我们收到消息啊 德意志帝国向我们宣战啊 我们德国现在陷入了内战当中 而我们现在的国民呢 也从德意志帝国变成了德意志军政府 而我们国家的领导者也从希特勒 变成了马肯森元帅 可以看到啊 他是一位一战英雄 可以增加我们的战争支持度5% 稳定度5% 核心领土的攻击防御各加20% 这非常厉害啊 现在呢 我们的任务就是把纳粹赶出我们德国的领土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收到新闻 德国卷入内战 今日凌晨 国防军在著名的陆军元帅 奥古斯特冯 马肯森的领导下突然发动政变 引发了德国内战 法西斯分子 保皇派和民主党都武装起来对抗他们的同胞 部队已从边境开拔参与内战 希特勒领导下的法西斯分子已经发誓 即使摧毁这个国家 也不让他落入到德国的叛徒手中 我们表示啊 开工没有回收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德国的纳粹已经投降了 刚才出来一个事件啊 希特勒自杀 但是出来的太快了 直接就被我点掉了 以至于我们还没有看清 这个法西斯便已经投降了 那么我们经过了三个多月 德意志终于再次统一了 这非常好非常好啊 但是呢 我们现在还正在进行这个四年计划的国策 等这个国策完成之后 我们再回来啊 好的 过了一天之后 我们收到消息 德国内战结束 在德国肆虐的内战已经走到了尽头 这场战斗异常惨烈 纳粹分子的狂热抵抗 造成了巨大规模的毁灭 希特勒似乎死了 纳粹领导人被监禁或处决 临时政府现在宣布 在着手宪政改革之前 必须确保他们对国家的控制 以及国家的稳定 我们表示啊 让重建开始吧 随后我们收到另一条消息 抓捕纳粹领导人 终于 我们将国家从敌人手中解放了出来 我们事业的中层公民 终于能够回到他们的家乡 我们可以开始漫长而又艰辛的重建 国家的经营团体们 也终于可以自由的决定我国的未来 是民主 还是恢复过去的军主制 我们还剩下一件事需要关心 当内战结束之后 我们的部队成功抓捕了一大批纳粹领导 现在我们要团论一下 到底将如何对待我国这段令人不齿的历史 我们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将他们终生渐进 或许在未来他们还能派上用场 但是呢 我们选择将他们统统吊死 好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 到了1936年5月20日 我们也完成了四年计划的活测 现在我们选择捍卫新国家 由于内战的爆发 临时政府缺乏力量 我们需要保证它的安全 不容易被轻易推翻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啊 捍卫新国家 好的 又过了70天 我们也完成了国策 捍卫新国家 同时呢 获得了民族精神 取缔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理念 每日新增支持率 减0.5 过去几年里 在纳粹政权的压迫 独裁统治之下 政府里的反保皇派 以及他们的法西斯理论家 和支持家呼之欲出 无论如何 我们必须确保 他们的思想被剔除 现在我们德国 已经禁止了法西斯主义 接下来我们面临一个选择 是复辟帝制 还是重建自由选举呢 这个熟悉 德国历史的人们 可能都知道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结束之后呢 德国成立了新的民主政府 但是呢 这个民主政府 并没有很好的保护自己 以至于 他被希特勒取代了 所以呢 为了德国的未来 我们不能重建 软弱的自由选举 而是复辟帝制 过去十年 所发生的事情表明 民主制度过于软弱 无法阻止邪恶的内部因素 我们必须团结在 德皇有力的领导下 并且我们将通过宪法 来恢复德一制帝国 为他的回归做准备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啊 复辟帝制 好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 到了1936年8月16日 我们收到消息 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最近 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德国柏林 为损坏 与重建完毕的市区内举行 聚集了来自49个不同国家的运动员 1936年的夏季运动会 是第一次有无线电视转播的奥运会 这次运动会 不只是复兴的德国民族团结的象征 还是德国政府一次重大的宣传胜利 尽管在内战后 国家的重建进程 已经让政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但他们仍然花费了很多预算 来承办这次体育盛事 德国运动员取得了33枚金牌 乃全场最多 美国运动员拿到了24枚金牌 为了第二本场奥运会中有4枚金牌 是由杰西欧文斯赢得的 他也是本次大赛中最成功的运动员 我们表示啊 我们向世界展示了我们最好的一面 好的 又过了70天 我们也完成了复辟地质的国策 同时获得了民族精神 复辟地质 中立派每日新增知识率加0.10 意识形态的抵制力度加10% 加入阵营的全球紧张度限制减少20% 租借法案和派遣志愿军的全球紧张度限制都减20% 那么现在我们选择新的国策 选择这个重建国家 经历内战的蹂躏后 我们必须重建我们的国家 我们会要求国民暂时放下舒适的生活 将我国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重建计划中 好的 又过了70天 到了1936年12月16日 我们也完成了重建国家的国策 获得了民族精神 重建国家 生活消费品的需要减少20% 还有一个是国家振兴 工厂修复速度增加20% 接下来我们选择一个新的国策 我们选择这个 宣扬普鲁士军国主义 为了弥补内战的损失 我们必须求助于普鲁士军国主义 以提高新兵的招募和训练 我们的军队将把我们从纳粹专重中解放出来 现在我们必须确保这些普鲁士理想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欢迎啊 好的 过了35天 我们也完成了宣扬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国策 这个国策完成的比较快啊 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新的国策 我们选择这个 一个崭新美好的德国 在我们重建我们的国家同时 我们应该致力于超越必要的目标 以使我们现在建立的目标 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好的 到了1937年2月24日 我们也完成了一个崭新美好的德国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 选择一个新的国策 我们现在选择这个重整海军军备 1935年签署的英德海军协定 允许我们加大力度扩充海军 我们应该不应余力的这样做 好的 又过了35天 到了1937年3月31日 我们也完成了重整海军军备的国策 现在我们选择一个新的国策 我们选择这个帝王归来 帝国需要一位皇帝 而威廉二世仍然活着 流亡在荷兰 尽管他们对西方国家有所顾忌 但是我们将解除针对他的流亡令 并邀请他回归王座 好的 在1937年5月7日 我们又收到了消息 新能宝号事故 灾难差点在今天降临 当德国客运飞艇新能宝号 在美国新泽西州降落时 及时发现了柴油泄漏问题 燃油泄漏的问题被迅速解决 假如这个问题被忽视 毅然的油气将会导致 整艘飞艇变成火球 人们本来就对客运飞艇的知识 存有疑问 这次事故更让飞艇的安全记录 染上了污点 并将导致人们质疑 飞艇的声音变得更大 我们表示真是千军一发 又过了一段时间 到了1937年6月10日 我们收到消息 荷兰阻止威廉二世回国 在昨天上午 对治帝国出人意料的宣布 解除了对威廉二世的流放不久 荷兰当局阻挡了老皇帝的车队 并迫使其回到他在多伦庄园的住所 荷兰官方公报称 老皇帝威廉二世如果允许回到皇位上 会破坏大陆的稳定局势 荷兰政府因此将老皇帝 遣返回居住的住所继续软禁 德国尚未对此次危机做出反应 但公正抗议内容已经包括了 要求用军事力量保障皇帝的返回 我们表示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之后我们收到另一条消息 荷兰拒绝皇帝回国 尽管假作高尚将威廉二世皇帝避难这么多年 卑鄙的荷兰人现在竟然把皇帝从边界上拦了下来 并把他遣返回自己的府邸 多伦庄园 荷兰人用担忧威派欧洲大陆的稳定这样的借口 拒绝皇帝反德复位 我们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我们这就给他们一些担忧 瞧瞧 第二个选择是或许他们说的再理 我们还有其他人选 可以看到如果我们选择第一个呢 我们就对荷兰宣战了 如果我们选择第二个 威廉三世将成为我们中立党派的领导人 获得这个受欢迎的花瓶 稳定度加5% 下面还有一段话 老皇帝还是可以辅佐他的儿子进行统治的 于是我们想了想 我们决定我们只是希望皇帝回来 如果大动干戈 劳民伤财 这就没必要了 于是我们决定 或许他们说的再理 我们还有其他人选 现在呢 威廉二世的儿子威廉三世成为了德皇 在新皇登基的第一天 威廉三世就宣布驱逐共产主义者 内部的共产主义威胁 继续困扰着我们国家 无论其信徒逃到哪里 我们都必须摆脱他 于是皇帝陛下下令 驱逐德国境内的所有共产主义者 好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啊 威廉三世的儿子 曾因为违抗了威廉二世的旨意 结婚而被迫放弃了继承权 现在威廉三世 接过了这一组长的角色 他可以对他流亡中的父亲施压 以撤销这一决定 于是威廉三世陛下决定 恢复威廉王子的继承权 好的 到了1937年8月18日 我们也完成了国策 驱逐共产主义者 获得了民族精神 驱逐共产主义者 共产主义理念 每日新增知识率 减0.10 同时可以看到 共产主义者都跑法国去了 共产主义难民 共产主义理念 每日新增知识率 加0.10 那么接下来 我们继续选择一个国策 我们选择这个 接受英国海军支配 我们需要盟友 来对抗共产主义 而英国是一个主要的选择 为了改善关系 我们将通过 接受其海军支配 并放弃任何一个 广泛的海军建设 来减轻他们的担忧 我们现任皇帝的儿子 将来的威廉四世 只有两个女儿 作为继承人 我们必须确保继承顺利 因此继承法 必须现代化 在那一天来临时 允许菲利西塔公主统治 于是在1937年9月9日 我们现在的德皇 威廉三世 决定现代化继承法 这样如果陛下遭遇不测 威廉四世的女儿 可以统治德国 好的 又过了70天 到了1937年10月27日 我们也完成了 接受英国海军支配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选择 阴影下的盟约 如果我们不能占领 阳光下的地盘 那么我们将与他们结盟 过了一段时间 到了1938年1月10日 我们也完成了 阴影下的盟约国策 同时呢 我们收到消息 英国允许我们加入同盟国 那么现在 德皇威廉三世 决定要求恢复在英国的头衔 在1917年 英国议会投票废除了来自德国皇室 和诸侯家族的贵族王室头衔 现在我们是盟友了 并且有着极好的关系 也许是时候请求废除这一决定了 可以看到啊 我们这有两个前提 首先呢 是这个 英国对我们的评价至少有100 另一个呢 是兴能宝号没有坠毁 英国评价至少100 这个还可以啊 但是这个兴能宝号没有坠毁 这只能看运气了 所以说 我为什么不开铁人模式呢 这因为我存了好几个党啊 这个存储这个档案 每次他坠毁啊 我都读一下党 每次坠毁 我都读一下党 终于啊 这个他没有坠毁 于是呢 我们继续啊 那么现在呢 陛下决定要求恢复在英国的头衔 过了几天我们收到消息 英国政府已决定 恢复我们德国高贵王室的 英国贵族头衔 他们提出了一个 宏伟世纪的皇家礼仪 德国王室将受邀前来 恢复被错误剥夺了 20年的旧头衔 皇家顾问推荐整个皇家大家庭 采用德国顶尖的科技手段 宏大的登场 国家最先进的 兴能宝号飞艇 来完美配合这一点 我们有两个选择啊 一个是好主意 我们将派出联络人 另一个是好主意 我们将一同出行 这第一个呢 维多利亚 路易斯公主将被派去 帮助筹备这次盛大的仪式 这会对我们政府的收支 造成一定的影响 另一个呢 是好主意 我们应该一同前行 整个王室家族 将搭乘新宁宝号出国参加仪式 这将在我们的盟友和人民中 增加皇室的威望 巩固我们政府的地位 我们表示啊 这个全家一起去不太好啊 还是应该让维多利亚公主 先到英国打个招呼啊 先去准备一下 这样才好啊 于是呢 我们表示啊 好主意 我们将派出联络人 过了一段时间 到了1938年1月16日 恶号传来 行动宝号在伦敦坠毁 今天发生的一场可怕悲剧中 行动宝号在伦敦试图降落时 被焚毁 事故的原因尚未确定 飞艇被大火吞噬 坠落到地面上 吞噬了包括德国皇室 几乎所有成员在内的乘客 和机组人员的生命 包括我们的德皇威廉三世 以及他的儿子威廉四世 皇家唯一的幸存者 就是被派去协助仪式准备工作的 维多利亚路易斯公主 继祖母德国皇后维多利亚 和他的宗祖母维多利亚女皇之后 第三位为维多利亚公主 成为了王位的唯一继承人 沉浸在失去家人的悲痛中 她登上了德一制的王位 加冕为德一制帝国的维多利亚一世 我们表示啊 皇帝一世 女王万岁 随后我们收到消息 维多利亚公主成为了新的德一制皇帝 可以看到啊 她这个特性啊 人民的女皇 美洲稳定度加0.10 稳定度加5% 战争支持度加5% 核心领土防御加10% 政治点数加15% 同时呢还有一个维多利亚三世 稳定度再加5% 这无敌了啊呀 维多利亚女皇上台之后的第一件事 便是宣布自己自足 德国想要真正强大 她必须自己自足 我们必须更好地利用我们的资源 提高我们的建设效率 又过了一段时间 到了1938年2月11日我们收到新闻 法兰西左翼方兴为爱 近20年的政治动荡 使得法国人民觉得他们还没有恢复在世界大战中失去的东西 法国也将目光投向重建法国国家 与他的人民一起 并且为了他的人民 这条政治道路的改革使得工人工会和共产主义组织蓬勃发展 如果法国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他们将会组成极左政治或者爆发一场全面革命 我们表示啊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 好的到了1938年3月17日我们也完成了自给自足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对抗布尔什维克的堡垒 我们国家是抵御布尔什维克的盾牌 保护西方不受共产主义的影响 我们必须以自豪的态度来承担这一责任 并且在必要的时候诉诸武力 好的又过了两个多月 我们也完成了对抗布尔什维克的堡垒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这个关注东线 如果说我们从一战中学到了什么 那就是我们必须对我们偏远的东部地区准备一场袭击 为了防止入侵 这些领地必须被收回并巩固防御 好的又过了70天 我们也完成了关注东线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这个弹泽换取宝杖 俄兰人肯定感受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威胁 也许我们可以达成一项关于弹泽 俄兹南和西里西亚省回归的协议 以换取红军入侵情况下提供军事保障的支持 到了1938年9月9日我们收到消息 法国被欢迎加入共产国际 法国的赤话不仅发生在法国人民之中 而且发生在法国的权力大厅之上 法国公开宣布成立共产国际的一部分愿望 苏维埃联盟立刻作出回应 表示在公众视线之外进行了几周的谈判 斯大林统治说明了全世界的人民必须共同努力 将革命之花开变所有的国家 并且已经同意了法国加入共产国际的要求 我们表示啊 法国已经选好了他们的阵营 他们已经抛弃了法国曾经的自由 平等 不爱 转而去加入红色恶魔 苏联的联盟 现在能够保护整个欧洲的 只有我们德意志帝国了 好的到了1938年10月14日我们也完成了 弹则换取保障的国策 同时我们收到消息 波兰已经同意了我们的要求 并且将弹则划给了我们 接下来我们选择守护波罗的海 直到几十年前 波罗的海仍然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 这就意味着苏联很有可能试图再次吞并他们 我们必须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并在苏联入侵的情况下提供我们的军事支持 过了一天我们收到新闻 波兰返还弹则 波兰政府已经接受了德国政府用军事保障 换取弹则的建议 条约已经制定 确保德国人会在任何对波兰进行的敌对行动中 施以援手 尽管代价高昂 并且切断了波兰同大海的联系 但他很有可能在面对东方的共产主义威胁时 发挥作用 我们表示啊 弹则或战争 哈 又一次的外交胜利 我们并不需要打仗啊 好的 又过了70天 我们也完成了守护波罗的海的国策 随后我们选择支持芬兰人 芬兰人发现自己正处于苏联的射程之中 我们将为他们提供一些抵御共产主义威胁的保证 并给予他们一些适度的工业援助 接下来女皇陛下决定全权管理阿尔萨斯和法国殖民地 我们必须向我们的新盟友提出请求 允许我们自由支配我们的合法领土阿尔萨斯洛林 以及我们在非洲的殖民地公平配合 我们现在就可以对法国用兵了 法国人他们加入了共产国际 可能以为这样我们便不敢对他们宣战了 可是他们错了 女皇陛下并不会因为他们加入了共产国际 而不敢对他们宣战 于是女皇陛下决定在1940年1月9日 对法国宣战 那么现在我们和共产国际的战争便开始了 至于结果将会是什么样的呢 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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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把一切都铲除 就从西班牙的共产主义者开始 西班牙在西班牙内战当中 是法西斯主义的西班牙和共产主义的西班牙发生了内战 然而共产主义者的西班牙赢得了胜利 我们现在已和苏联开战 所以为了避免更大的威胁 我们必须对西班牙动手 我们必须对西班牙的西班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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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便变成了神圣罗马帝国 但是我们对苏联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使它达成了几个世纪 也使它达成了几个世纪里 历代皇帝希望达到的地区政治重新统一 我们表示啊 朱菲特选中的熊鹰征服一切 中文字幕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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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